好 宜芳 这个油 我们应该吃什么样的油比较好 通常如果胆固醇过高 我们尽量吃所谓的 但愿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多的油 对心血管疾病最好用橄榄油 譬如说我们今天吃牛排 牛排不要用奶油去煎 如果用橄榄油去煎就比较健康 橄榄油 可是橄榄油不是比较贵吗 是比较贵 但是油尽量少 其实我们对像高胆固醇血症 我们在油量建议说 尽量不要太油 不要吃油炸的东西 橄榄油的话 它甚至限量就是 你几乎按照它的规定的话 你几乎炒菜不能放很多的油 一点点 一天大概顶多两三汤匙的油 所以即使贵的话 一天也不会吃很多 这个油有一个迷思 很多的欧巴桑小姐都说 反而猪油比沙拉油 比橄榄油更好 为什么 他们觉得说 每次在清抽油烟机的时候 我们用猪油的反而 比较好清起来 比较不黏 比较不黏 而且我们以前 都是自己买猪油 自己回来拼 就是下去炸 然后那个油泡 还可以跟竹笋一起做 一起煮 这个根本都没有事情 为什么如果是真正的猪油 没有问题 反而是你买煸的猪油 反而比较有问题 为什么买煸的 就是这样 就不知道它添加什么东西 因为它不给它坏掉 不给它氧化 一定有添加 你如果自己做的 就有没有这样白癌 因为我们 你现在鼓励大家 又等一天 真的 这个值得大家 还醒一下 真的 以前的猪油 状况的没有这么多人 可能现在有这么多人 那精致锅当然油烟会比较粘稠 那是因为油品的精致锅 那因为猪油是没有精致锅的关系 不管怎么样 当然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观念是说 像鸡鸭像家禽肉的油 他认为那个油 跟鹅肉油 就跟所谓的橄榄油一样 单元不好的脂肪酸含量比较多 也是比较健康 你真的要吃动物性的油的话 可能就是鸡油啦 鸡鸭 对或是鹅油 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猪油我还是尽量不要那么多 所以放回料理 就是那个鹅油其实是很贵的 鹅油是非常贵的 而且也非常讲究的 鹅油免疫系统很好 而且抗氧化最好用 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讲地中海料理 其实你知道他们吃这么重油重咸 跟他们用橄榄油的平衡 其实有关系的 因为才是地中海的一个料理 因为橄榄油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油 它里面有多酚 它除了油之外 它里面还有一些抗氧化剂 其实那个抗氧化成分 才是真正减少心血管的剂 而且你知道吗 橄榄油有世界评鉴 每一年都有那个世界的评鉴 它现在像我昨天拿到一罐新的油 它是标榜hand pick 就不讲了 手摘的不讲 是摘下来之后六小时要炸成油 新鲜 那个比较好 这个就是它的标示都非常的清楚 等级庄园什么都搞得非常清楚 对他们来讲 你觉得橄榄油是油还是可以喝的果汁 它不是果汁 对啊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思考 那当然橄榄油有分很多的等级 有这个一般的油 当然我们对好的就是 extra virgin 那这个是出炸的 那还有意大利的橄榄油 西班牙的橄榄油 今年好像西班牙得奖比较多 那有法国南部的橄榄油 希腊的橄榄油 像希腊你刚讲地中海料理 就是三个大元素 一个是橄榄油 一个是大蒜 一个是柠檬 柠檬 他们用的柠檬也非常 尤其是环地中海 柠檬用的非常的多 跟大蒜也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说 它一个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都觉得它一定有它的一个道理在 它为什么要配成这样子 可以吃这么久 平衡了 大蒜也很好嘛 是 非常好 还有番茄 番茄 洋葱 卖香肠的小患都很有道德 一根香肠上面都有一个大蒜 就是这样子插给 很有道德 为什么这样叫很有道德 对啊 就是怕我们胆固醇过高 要吃 你不知道好吃 大天去胆固醇 一天如果吃三颗大蒜 一般胆固醇也不会高 我去西北的时候 它气味多好 就气味好 我去甘肃的时候 每个桌子都是一碗大蒜 就是带磨的 你要自己剥 它没有帮你剥好 因为剥好就容易坏掉 所以都是有瓜要摸的 然后一坐下来 每个人就先剥 每个人都来剥大蒜 然后菜还没有上来 因为一定有羊肉 甘肃那个羊 真是好吃 那个羊肉可以这么好吃 我说那所以呢 它说吃大蒜配羊肉 它们羊肉就是水煮 然后就撒一点盐而已 然后我告诉你可以这么好吃 它说一口大蒜一口羊 一口大蒜一口羊肉 不然的话这个滋味会少一半 对 所以那真的好吃 我发现 如果只一餐只吃羊肉跟大蒜 完全不会有肌胎值的问题 因为它没有那个淀粉 而且它们不吃蔬菜 为什么状况也不多 这个也是值得食 人家菜没那么多 对 就是这样子 就靠大蒜 把脏东西排出去 可是它们也是瘦子比较多 没有肥 其实肥胖才是真的是重货的原因 还有运动啊 刚刚讲吃这个饼干 胆固醇会增加吗 其实这个是反式脂肪 因为我们光是现在 胆固醇还不止 包括像这些酥饼的话 因为经常都用反式脂肪 跟饱和脂肪去做的 那这些也会让胆固醇增加 如果我们今天吃个虾子 我们吃个大闸蟹 再吃这个饼干的话 那胆固醇的效果会更厉害 所以我们要吃高胆固醇 后来都上这个甜点了 所以我常说那个叫做饭后的Ending 我们常说那个Ending是什么Ending 真的会Ending Ending 肝胆固醇对这个反式脂肪 一定要特别说一下 因为这个反式脂肪到体内 没有带一些肌带肝脏 所以只要吃比较多反式脂肪的 比较容易得到脂肪肝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坏的油脂真的要少碰 我说最恐怖这些都是什么人在吃 都是我们的孩子在吃 是啊 反式脂肪除了在饼干之外 还有什么 薯条也有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吃的 微波炉爆玉米 爆玉米 玉米花 那个里面的奶油也是 还有真奶 还有炸鸡里面的 外面酥脆的地方 还有真奶 奶茶 奶茶 最主要是 如果是用那种奶精粉的 那都是反式脂肪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喝木瓜牛奶 你看木瓜牛奶 刚开始用鲜奶 后面又倒点东西下去 因为会比较香 你真的完全用鲜奶的话不好喝 所以后面倒点反式脂肪 你就觉得很好喝 就是这个道理 我有一次去看电影 我们带了两个 现在电影有在送 鲍玉米花 对 两个两点 送鲍玉米花 拿那些鲍玉米花 很好吃 不是很好吃 那鲍玉米花 很大 很大 我说 我整天不用吃饭 而且你觉得奶油好像味道特别重 对 而且那种油好像化学 就是不是很天然的奶油的味道 那通常都是加反式脂肪在里面 大豆沙拉油呢 大豆沙拉油就比较好 除此之外 台北的家庭也都吃大豆沙拉油 比较燙 也是OK 那是OK 像它美国是发觉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去吃奶油酱 就是意大利面 如果我们用奶油醬子的话 那也是反式脂肪的大本营 那洋葱圈也是 不要以为洋葱圈很健康 洋葱圈要炸得又酥又脆又香的话 一定会有反式脂肪在里面 对 那小医师他刚才说 他都去运动 一小时 用肌子还不会流汗 流汗 快走 走得快 一天一万步 健康有保固 好 真的好 一小时就够了 一小时差不多一万步 也不能太走 因为膝盖也受不了 所以走路比跑步 跑步容易膝盖受伤 所以走路 其实是我们对肥胖的人建议 快走就好了 不要跑 够吗 真的够 其实以前蘇东坡 他在做东坡肉的时候 他就有想到这个问题 东坡其实是筍烤肉 不是叫东坡肉 他不可能说 自己发明自己说 往自己脸上跌筋 叫做东坡肉 比如叫做筍烤肉 他肉下面一定有筍 来收他的油 我们哪里加年来吃筍 来吃汤筍 就是要收这个油 还有一个卦菜 常年菜 当年菜 所以我们大鱼大肉的时候 要吃常年菜 道理就在这里 过年啊 平时都吃筍 都是为了好排 筍是蔬菜中的油污 你够多排 是啊 它是纤维值最高 但是它也可以去油 人家说筍很厉害 厉害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能把油洗下来 能把油洗下来 对 蔬菜中的油污 油的性感油污也油污 真的 你不要再说 那 他有的资料是说 一天如果有做 事敢先卡 但是知道是这个 好 我如果大家去美国 我都对我自己很满意 尤其在加州 因为加州 大口的这么多 真的很胖 胖到我都觉得 你知道吗 洋葱圈对不对 他们有连锁餐厅嘛 我看到旁边一个女的 我带了一 我跟小孩啊朋友一起 一桌人 然后我们就点一盘洋葱圈 一家人点一盘 而且是洋葱砖 有没有 炸成很像一个砖头 有没有 就不要讲哪一家连锁店 这样贵的 他可能用一个篮子 这样整个炸 它大概是你的一倍半的大 那个一个女的 OK 你的一倍半 然后还这样子吃那个 凡是脂肪有八公克左右 他管他的 你光看他吃那个 你光看他的身材 你都已经很饱了 然后就要看他吃那样子东西 这才钱菜耶 洋葱圈不可能去 美式连锁餐厅只吃洋葱圈嘛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要吃石塔丁了 对 这个要说一下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可能会造成胆不存高的事情 也知道说有很多食类 不疗是可以处理的 但是所以刚刚讲说 健保局对这个规定 他说 事实上假如你能够 降百分之一的胆固醇 心脏病的机会可以降百分之二 这个先生知道 降百分之心脏病就降百分之二 所以我们当然要想办法 降低这个胆固醇 所以我如果胆固醇200 我降二 就198 心脏病的机率就降了 就降低了 因为沉寂在血管上面的 胆固醇就减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 然后当你发现胆固醇很高 立刻就开始饮食控制 开始运动 开始减体重 可是万一 过了三个月 你真的还是降不下来 这个时候为了避免 自己心脏病發生 真的要开始接受药物治疗 而且一开始治疗以后 不要随便停 最多是减量而已 不要停药 我们的健保局 从来没有对一个药物说 请你继续吃不要停 拜托 不要停 因为他知道一旦停的话 他会开口更多钱 那小医师 如果我们有胆固醇偏高 我就有油就不用怕 油就会把我消掉 不过我们总体 你假如说你饮食不控制的话 它有时候效果会没有那么好 你到时候连药物都降不下来 这是最后一条防线 第一步还是要先饮食控制 这不行的话 现在要用这个药 starding类的药 这种降胆固醇的药 效果真的不错 因为一般的饮食控制 仅多降10%的胆固醇 所以他放在最后一步 就是你一定要头上 你不做你靠药物之后 你还是乱吃 你到时候连药都没有效的时候 你要靠什么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 饮食运动先处理 处理真的没办 最好我们用药 一旦用药就像天宁一样 我刚刚有问过他 他说他很规则的 每天都吃药 这个就是对的 可是不能停药 想想看人生也很可怕 被一个牵绊住 所以尽量不要用到用药了 当然尽量不要 但是开始治疗的话 你如果把它当成每天吃一颗 好像在吃一颗维他命丸 天宁又肥又腹胖对不对 其实一直维持在这边 就我那时候装支架的时候 是因为五天没有吃东西 然后就瘦到91.6 然后后来开始回复吃东西 一个月就回到96 那现在呢 现在99 天宁 不好意思讲99 那个应该就已经 人家破百了啦 破百了 那个 那个关键差很多 天宁是2009年4月 你血压飙到190 对不对 正常血压应该在120以下 高血压 对我们到12080是正常 胆固醇破500 刚刚有讲嘛 正常应该是200以下 200以下正常 三三关油脂1800 正常应该多少 不能超过150 其实 150以下 不能超过150 我们十倍耶 那可能在血糖高有关系 你当时的血根本就流不动了 对啊 就突然就 我那时候已经不想吃东西 我就觉得不对 应该是有问题 我就赶快去看医生 当我们这种人不吃东西 吃不下就是有问题 我妈我说 你中午要吃什么 我说我不想吃 然后我就 我就赶快去看医生 然后乖乖 马上就去医生那边看 看完就从门诊 立刻被转到急诊 然后急诊就 立刻抽完血以后 就进家货病房 那你的血管卡住多严重 大概有三个地方 比较严重 所以撞三根指甲 一个是90 一个好像是 大概50 还是50 卡住90% 有一个最严重的 就是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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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马上去 因为那个比较有限 那可能就是上去 他那些地方 当小野 苦林 跟冯公远凑在一起 一个是 没封的在装封 一个是已经封的 不知道自己封 今天晚上11点 请收看 新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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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